歡迎收看職人拆球桿 今天要講這個案例 是 比較特別 這個 原廠然後他是兩顆星的乾身 這個H牌的 他的球頭 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這問題是什麼我們今天要詳細講他的 球頭 在最近這幾年 那個木桿球頭 表現性能上面很normal 就是他的沒什麼科技感沒有什麼新的科技 也沒有新的設計 就是很陽春 除了陽春以外還有一個很大很大的絕大的問題 來我們看下去 首先我們來看他的重量 184 怎麼那麼輕不是都 19級200克嗎沒錯他很輕 因為他這個重量 他做46英級 可是46英級 通常 不需要到18級 你190就可以做了 因為還是要稍微有一點球頭的重量 除非你今天乾身很爛用24噸的 扭力可能6度7度那種乾身 但是這個牌子 他最 最臭屁的是他製好的是他的乾身 用很好的料 用一個很好的料 這個我們也會測扭力來給大家知道說他用什麼料 因為現在只要乾身測過扭力就知道他是用什麼料做的 來 18級 然後裝46英級 原廠裝出來 然後不夠重 因為一定不夠 然後他就塞了一個這個釘 這個釘不是鉛喔 他是烏鋼 烏鋼 烏鋼的釘 這個 最近這個牌子 全部都是塞烏鋼的釘 烏鋼釘多重呢 來我們來看 這個釘 就7克了 7.2克 來 7.2克塞在博士是什麼概念 就是說 他 第一個他球頭不夠重 然後他塞了7.2克本來中心可能重心可能在這裡會變成在這裡 那就是我們調螺絲的意思就是等於他復骨 如果你原本打復骨的人 如果你原本就打復骨的人 他這個乾面 乾頭 是 沒有蓋 他是square 你看看 一點點 就是幾乎0.5的close 然後他這個 7克進去 會產生 非常大的 左偏 很容易就左關 會讓乾頭很容易就修正左關 這對那個 老老人家 就是人家說 老火要乾 有幫助 因為他用手在打 然後正常的 如果是比較年輕一點的 可能是五六十歲還沒有那麼老的 你打 就會覺得很容易就關 蓋下去 然後這不是一個最大問題 你說 你有能力把球頭 做到這麼輕 你看人家都 像美系的 他都是 沒有什麼螺絲什麼 他就已經快兩百 然後 你有能力把球頭做到這麼輕 可是你又 輕到去塞這個 西克的進去 那你倒不如為什麼不做一個 像他的那種配重甲在後面做個10克配重甲 然後配重塊 或是螺絲都可以 你就是在後面配個10克也好啊 他也會後重心比較容易飛 而且距離也比較好啊 後重心是現在大家公認 最易打 然後他的距離會幫助 還有穩定性會比較好的 一個配重的方式 那你現在都沒有 你就是全部把他打薄 打薄之後 他雖然一發是 很好讓你去操作 在後期配 在煮肝場那邊 沒有到幾顆 插到7克 塞進去 所以這個 乾這個乾本身打 就有問題 好 這 很驚慌 那 所以我們今天要幫他處理的就是把這個 我先把我已經把明板其實已經把加熱 取下來 這個很輕啊 這個沒有中 這是裝飾用的 這是裝飾用的 這很輕的 這一顆而已 要是阿魯米的 這剛好有一個深 很深的一個窩 一個洞 我會把他灌那個 物鋼粉加膠 把他灌平 灌平之後再把 這個 明板再貼回去 就剛好明板是貼起來就剛好看不出來 裡面吼 他是 無鋼粉加膠是黑色的嘛 多好黑色 多好補一個 重量 補這個 7克作作員 就等於補這個7克的重量 然後 還要再配少許的一點點的 的重量在 乾身裡面 因為這樣還不夠 這個是要來換九軸乾身的客戶 客戶 所以我們會先把球頭拆開來看 什麼樣的狀況 對這個球頭的重心 是最大的幫助 讓他會比以前更好打 不是就 如果外面不夠 7克 沒有錢 看不夠多少錢 多少錢 就好啊 然後反正 客戶說 第一擠就塞多少給他 那這個不是 不是一個 好的行為啊 就說這個行為 你 你不會 讓這個乾 變得比較好打 反而會變得更難打 好 那我們現在把那個7克拿出來之後 我們把它配在這個 這個已經是比較重厚了 因為 你看這邊是最外面 這邊配重的話 他比較容易 然後配在這邊比較少 因為也沒有位置 除非把他打開這個洞 塞到裡面去 這也是一個做法 但是他剛好已經現成的洞 所以我會把他配在這裡 這個頭就配在這裡 剛剛好 然後面板再貼回去 整個完美 很漂亮 然後 會用 在 接下來那個客戶 因為他很習慣46英級 所以 九州乾身也是會裝到46英級 然後 46英級的情況之下 大概 至少都要配到D3D4 因為他長度 比你要去延伸 比如說你是 以前是45吋的時候 是D2 那你現在45半的時候 你還配D2 你會覺得 45半的D2比以前還要輕 因為他槓桿原理嘛 你如果 長度增加了 那你的重量 球頭重量還維持原來的 那你揮起來的感覺 就會比較輕 不是 所有D2都一樣D2 你要看長度喔 如果你是46D2跟45的D2 46吋的D2又更輕了 所以你要等比加 比如說你45打D2 那46你就打D3 45半的時候打D3 然後46的時候 就打D4 這樣子去稍微加點延伸 他打飛起來感覺會比較接近原本45吋的D2 不要說46吋 D2 之前有一個人就46說要做D0 就要球頭插下去就敲軌了 已經D4 D5 根本就不用 沒皮就敲軌了 根本做不起來 因為1吋有6個 所以 除非他像這種180幾的 你才有可能說 46也還要做到D0 但是46做到D0真的是不能打D 輕飄飄的 很飄的啊 如果你 有改過重量你才知道 沒有改過重量你聽我講 因為我不會騙 然後就是你聽我講 我講的就是實話事實的 所以 在 揮桿重量上面 如果你越長的話要等比再加一些 不要加太多但是加一些是要的 或者是把握把換成25克 也是一個辦法很輕嘛 後面握把輕的時候球頭就會有重量嘛 球頭重量的時候 當然 25克的使用位跟50克使用位不要 不要混在一樣 我25克也要做D0 然後 那50克握把他做D0 那不一樣的東西差很多 揮起來是完全不一樣 那握把是4克一個使用位 這個以後有機會我們再用案例來講 這個案例就是我 把他 這邊補重量 把這重量補起來 補起來之後明板貼回去 然後剩下不夠了再配這邊 那預計4克以內因為超過4克就會 左邊很嚴重 所以預計配兩三克在 頸部這邊 那 當然如果這邊做起來可以足夠 大概我要的話大概10克10到11克左右 如果這邊做得到的話 做得到10克的話那就不用做這裡 就是這裡為優先 這邊先把他做到 可以做多少就做多少 然後再把明板貼回去 那剩下不夠再做這裡 這樣一定比較好拍 對不對 差很多吧 太多了 所以你要想喔 怎麼東西會讓你變更好打 就是這樣 然後 這個球頭 他完全沒有科技感 真的 這個白豬 真的很浪費 跟人家 設計雞頭 都是有一些 配 配種塊啊 或是一些 功能性的一些設計 不要說轉接頭 至少有一些功能性的設計 或是 乾面結構 的那個 撞擊結構 這個牌子 20年來都沒有進步 自從460cc 訂住之後 這個牌子完全完全沒什麼 新的東西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 因為你就 他不用蓋你就自己買啊 他也是賣得很好啊 他不用蓋 但是 現在價錢真的降完多了 因為 他不會走 不會走 就降機嘛 降機之後就不會走 但是他的 他的性能來講 他的木竿的性能真的是輸人家很多 他的擦竿 頭啦 球頭說球頭 球頭性能真的差很多 只有 乾身 要大概四五星級的 稍微還可以 因為他是 他五星級的 4、6棟 等於50棟 有人說50棟 然後 四星級就是 40加 40加46 等於 中 染冠冠冠 然後三星級是40噸 然後兩星的應該就是大部分都是30噸的為主 扭力就會比較高 所以 這個牌子 你要看價錢 你如果說 很多很多星星 然後 賣3萬塊以下的 好像可以玩看看 可是爬下去 知道說 玩玩的距離怎麼會這樣賣 就是因為 他都沒有科技感 而且配重又亂配 然後 看起來 這球頭真的是蠻 蠻 兵機的 都沒什麼東西 沒什麼新的東西 啊這個你看 貼起來比較大聲 這是一體成型的 這是駐車的 一片 一體成型 兩片 不是CP端的 只剩一個一個 良心 不會那麼貴 用這個 一體成型的 不要說用CP端的 然後又不會那麼貴 好 影片到這裡 訂閱 訂閱就好 訂閱 也要按讚 因為你看我講到這裡 詳細 還有這種 那個 我們做球頭 行內的東西講出來 就是哪些可以投機的 哪些可以幹嘛的 所以要按讚 看過按讚 看完就按個讚 不要按讚 謝謝 按讚 記得按讚 按讚 按讚 請按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